接下来我通过菜单命令的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好,我们看到菜单项 首先第一个功能是什么 使设备可见,对吧 使设备可见,那我们想一下怎么实现的 其实很简单 直接调用这个一个Intent Discovery的一个Intent 然后发送过去到系统 然后正式是定义的可见的一个时间 接下来事情就由系统自动完成 好,这是可见性 那同样的,那查找设备呢 我们这直接调用Control的Find a Device Find a Device,这里直接很简单 Adapter,Start,Discovery,这是一句话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 要知道找到设备的通知 我们是需要广播来完成的 好,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广播 好,这里是开始发现设备 这是发现设备,结束 当我这儿找到一个设备之后 我是需要把这个设备 从这个Intent的Pathboard里面去取出来 然后添加到我的Nist里面 这样子我的列表就会不断的更新 这就是找到设备的一个结果 那找完设备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要绑定设备呢 那绑定设备是 大家想一下,我是要在我的发现设备的列表里面 去点击它,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Unclick这个函数 那么这里注意 我这里做了一个判断 当我的SDK的版本大于4.4以上 我才能够调用这个绑定设备 因为它是高级API 对于低于4.4的 我这个程序是不支持做绑定的 那就是我们的绑定设备 同样的,绑定设备是不是也需要 广播来支撑呢 对吧 好,我们再看我们广播怎么写的 绑定设备 这儿啊 当绑定状态改变的时候 这里会回掉 首先我从这个 也是从这个Postable里面去获取一个远程设备 然后我去判断这个状态 如果状态是绑定 OK,那我绑定成功,对吧 否则 那么这里可能就是我取消了绑定 这么一种状态 绑定中这儿也有状态 它是用绑定设备 那我绑定设备完 我是不是需要聊天呢 对吧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我一个聊天模块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聊天模块 我们是怎么写的 好,我这个聊天的业务逻辑 我都写在这个Chart Controller里面 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哪些方法与成员变量 这里我有一个Charter Protocol 这是什么用的呢 这个主要是做一个在网络传输中的一个协议的解包和封包的一个过程 我们把数据从我们应用程序发到网络上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用程序把编码为二进制流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封包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封包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Stream 我们聊天都是发的文字 我这里最简单的 发的文字 那么把它变成 by的数主 这里是用UTF8的一个编码方式 让它编成一个二进制数主 然后传递出去 就是我们的一个封包过程 好 我们看一下解包 解包同样的 也是把网络上的数据 转化成我所需要的一个结构体 我这里是一个支付串 我这里直接是把网络上的数据 通过UTF编码 编码成支付串 或者这个之前的封包 它是一个立项操作 所以说我这里写到一块 就方便修改 好 接下来是我们开始聊天 我这里开始聊天中 我这里也是启动了一个线程 来处理这些义步逻辑 同样的 那等待客户的连接 这是作为 我作为服务器的时候 来调用的 是等待有其他同学 来连过来找我聊天 所以我这里也是同样的 也启动了一个义步线程 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发消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句 我在发消息之前 我是不是先需要封包 这个时候 我需要调用mprotect的encode package 这个方法来进行主包 然后返回给我一个宿败的宿主 然后我把它发送出去 我这里判断一下 如果是说是连接的线程 再用它来发 或者是说是等待线程的时候 再用它来发 那这里是 这里呢是在外面的时候 当UI层收到一个网络数据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需要把这个数据传回给我的 这个controller 用controller来进行解包 对吧 才能知道我真正的数据是什么 这是为了解偶 停止聊天 这非常简单 这就没有什么说的 就是把这个线程看守掉 这里是一个单列的写法 我这里是用内部类来写单列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优点是什么 好 这里说完了这个聊天的逻辑 其实大家看是非常简单 所有的逻辑其实重点都是在这几个连接线程里面 那这几个连接线程呢 在之前的课里面也大概也讲了 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去讲 讲完这个聊天的业务逻辑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MainActivity这个主界面 来看一下一些事件的怎么处理 比如说我现在连接到其他手机进行聊天 那我是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说我要连到其他手机开始聊天 那我首先是不是我当前设备必须是以绑定的 所以说我们是在点击绑定的 onclick的来实现的一个与其他设备进行聊天 这个可以看一下 很简单 就直接调用ChatController的一个instance 过去一个单列出来之后 然后开始聊天 把这个给谁聊天的device传进去 然后这个UIHandler 大家注意一下 这就是我UI与下面底层的一个接口 这样子我底层可以发一些数据通知我的UI 这就是一种事件注册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广播或者说程序内广播来实现 后者呢 因为相对来说会实现起来会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这里没采用 但其实用广播来做是更加能够解偶的 用这个Handler的偶合性稍微还强了一点 但是它好处是非常简单 而且有效 这是开始聊天 那我如果是说等待别人聊天呢 那我是放在一个菜单的命令行里面 好 等待别人聊天 我这里同样的也调了一个waiting for friends的一个方法 等待聊天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些事件的一些处理 当我这个网络事件开始监听的时候 这里注意有些事件需要处理 当我连上了服务器之后 那我是不是要开始聊天呢 那我这里就进入我的一个聊天模式 同样的 我的服务器 当我收到一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之后 我这里同样要进入一个聊天模式 那最重要的 我们这里有一个接收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接收数据 直接从网络上甩过来的数据 我仍然是一个byte数据 对吧 那我要怎么进行解包呢 我把这个数据传递到我的业务逻辑层 让业务逻辑层去处理 然后它反而会给我一个我需要的一个支付串 对吧 那就在这个地方 decode message 重点就在这个decode message里面 调用了protect decode package 把我们这个数据 把我们这个二进制数据 中方形是stream 再进行解码 就是说我UI层 不用去主动去解码 而把这个数据甩回给这个让业务逻辑层处理完之后 再反给我UI 这样子我也是不需要关心它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当用户 点击这个发送按钮的时候 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好 再按click这对吧 好 可以看一下 点击发送按钮的时候 我首先是把这个输入框的这个文字获取到 获取到之后 然后我直接调用这个chart controller直接就发消息了 对吧 因为这个逻辑都在这个chart controller里面 所以我UI显得很精练 然后同时有一个特性 大家注意到这个UI交互 我发出去之后 我是不是把我现有的这个聊天记录追加这一条 是吧 追加这一条 这两个句代码就主要是追加这一条 同时我需要把我输入框下面的输入框的内容清空 好 清空掉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程序的一个大致流程 给大家过了一遍 那交给大家一个作业 下来大家把我这个程序给运行一下 然后把它搞懂是什么样的原理去使用它 我这个程序写的啊 故意围栏大家是说 这个程序不是那么好用 你需要了解我这个程序的一个原理之后 你才知道哪些菜单是什么样的功能 是什么样的作用 好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所讲的这个蓝牙的一些知识点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打开蓝牙是怎么打开的 是发起个intern的对吧 那我要知道这个用户点击的这个对话框的一个结果 我是不是广播吗 不是 我是用unactivative result来做的 对吧 OK 那第二个发现设备 发现设备也很简单 是调用adapter discovery 对吧 然后发现设备的结果呢 我是通过广播来接收的 对吧 OK 好 绑定设备 其实绑定设备和上面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通过广播来接收发送结果的 那么最后一点 利用蓝牙进行数据传输 这是我通过几个socket的方式来把我的数据从一端念到另外一端 大家这个具体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的实现 好 所有关于蓝牙的技术就讲到了这里 希望大家下来的时候能够多动手去练习 彻底掌握这个蓝牙技术 感谢大家的观看学习 我们所有的安卓蓝牙开发的课程就终到这里 谢谢